哈喽哈喽大家晚上好啊 我跟大家聊一下报考俄罗斯音乐学院附中 这个小孩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因为我之前有发过几个笔记关于这个 然后呢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找我 然后呢他们并不是特别了解 这个孩子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我就这样跟大家简单讲 你怎么考国内的音乐学院 你是不是要从小学钢琴 或者是哪怕不是从小学的 你要系统的找老师在一定的这个年数 就是成年累月的一直学 对不对 考俄罗斯也是相同的 不是说你交了学费花了钱 然后他就录取你了 而是说你的专业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并不是国外就更轻松了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国内 考音乐学院附中就非常有希望 那你就可以考虑再往外走 那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国内 考音乐学院附中都有点费劲 那可能这边你的专业也达不到 具体要达到什么样子呢 我可以帮你看一看 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一定要想清楚 走这个专业要付出什么 要怎么走这条路啊 包括说是家长陪读啊 各种问题都要想清楚 然后再走这条路 然后再走这条路 感谢观看